《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軍事提述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我願望各位提出的代議議題是 以下條文納入《2010年法律適應化修改軍事提述條例草案》 第一至四條 有沒有委員要發言 吳崔議員 多謝主席 對不起 我按錯了旁邊的按鈕 多謝主席 主席 由於本人在異讀的時候已經表示 對這個條例是原則性反對 因為軍事提述 那個因香港的憲制地位更改 而需要改 就不應該是用一個適應化的方式 是用法律適應化的方式是錯誤的 而且基於這個法例第一章的副表 亦都是錯誤的 主席 其實我們最需要的 真是很小心地 跟法律專家一起重新檢討第一章 所以你在這個第一章之下 跟實機械性的修改 我亦都不會表示贊成 亦都不會反對 無論它那個修正 究竟是純粹是一個名詞的 沒有問題的改變 或者是一個很有問題的改變 主席 剛才我在二讀辯論裏面 提到華天龍這件案的時候 就是其中一個原則 就是英國的官方皇室豁免 根據那個批評評論 這個法庭判案的學者說 他就認為這個適用於 英國官方的官方豁免權的 普通法規定是和基本法系不相符 所以不應該是法律的一部分 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是會影響到我們局部條文的修正 主席 由第一至第四條 就是處方沒有提出任何的修正 但是其實這些四條裡面 都很有問題的 主席 我首先就是在第二條 或者叫第二條那裡 就牽涉到這個陪審團條例 那個陪審團條例那裡 它是怎樣適應的呢 它就是把原本這個陪審團條例 就是全身受僱於英國海軍 陸軍或者英軍的人員 和他們的配偶 都可以豁免不用去做陪審團的 現在就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員 以及那些解放軍人員的配偶 亦都可以豁免於這個陪審團的責任 其實這個就是正正我在二讀的時候說的 就是事實都已經變了 以前的英軍是有家眷在香港的 他們除了在執勤之外 他們是在放軍的時候 是參加社會的社交活動的 我相信很多人如果還記得 剛才何秀蘭議員也有說 他們的家眷 他們的家庭 在香港有很多活動的 至於為什麼英軍的人員 是不可以去做陪審團 要有一個豁免呢 當然這個現在也是因為有一個憲法的問題 現在他們的配偶也都是不用的 但是香港駐軍 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是不會有家眷在香港的 他們也都無論是在駐軍法的條文也好 事實上也好 他們都不會在平時參加香港其他的活動 就不要說去做陪審團 所以根本是沒有需要 這個陪審團條例 根本是不需要去豁免他們 反而要修改 簡單就是在英軍那一部分 插了他們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實雅實次 繼續不理事實是怎樣 繼續去等下去 這個很有問題 正如大律師公會的意見裏面 他說這是其中的條文一之一 就是分明我們在基本法之下也好 駐軍法以下也好 我們得出了很清晰的印象 就是駐軍是不會參加 他會在這裏做防衛的工作 和他其他講的工作 否則他不會介入香港的社會 不會介入香港的事務 但是我們這些修正反而 好像當作你要有個假設 他是參與這些生活的 然後你才要逐一去把它豁免出來 這是比較嚴重的一件事 還有主席 你要去做陪審團 其中一個要求就是 你要在香港是通常居住的 不是要是永久居民 你要在香港居住 你不可以是遊客在這裏做 而是很清楚駐軍 由於他的性質是不會在香港居住的 所以根本你駐軍 都不符合資格去做陪審團 根本都不配偶 你根本都不存在 為什麼你會要繼續在這裏 等一個有豁免在這裏 這些完全是沒有腦筋的做法 因為很害怕他這樣寫 於是我們就要這樣去適應 這一個是非常之不適當的 主席第三條那裏 就是牽涉到這個遺產 遺囑認證和遺產管理條例那裏 那裏要修正些什麼呢 原來我們是法例第十章第十七條那裏 就是有一個條款 就說明有一個人就叫做 那個official administrator 即是官方的遺產承辦人 就是說他相對於英軍 他不需要不一定要 或者也不可以視為他有權 去承辦他的遺產 即是我說的不是很準確的主席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為什麼要有十七條呢 因為其實在這個同一個條例之下 我們就有一些東西就是 發明了這個official administrator 出來的 就是萬一有一個人 如果他是死了 他是沒有遺囑的說話 那可能唯一有一個方法 就是叫這個官方的遺產承辦人 就去暫時作為管理他的財產 直至到他是有人委任了去做財產的 那如果是相對於英軍在香港 是沒有遺囑這麼細細的情況之下 他就不需要這樣做的 但是即使是第十條 就只是說他如果認為是適當 他可以這樣做 那所以第十七條呢 將他括出來 根本這件事呢 就對我們香港的駐軍 完全都是沒有影響的一回事 也是不會發生的 根本呢 就大陸的遺產法 和財產法 和我們為什麼需要有這些條文 是完全是兩回事的 所以改了之後呢 是更加令人莫名其妙一樣的 但是不行 我們因為有這樣的條文 所以就照去改了 這個也是我在草案委員會那裡 已經說我們不要這樣做法 反而你總之在這裏 關於英軍的提述 你只要關掉它 就不會有一些關於英軍的這些 這樣的事情在這裏 主席 還有這個第四條那裏 也是一個很不適當的做法 第四條那裏 就是牽涉到我們的誹謗條例 第一就是關於軍事法庭那裏 大陸連軍事法庭 它這個實質的東西都沒有的 因此你說 如果是解放軍的軍事法庭裏面的程序 如果你如實去報道 就不當是誹謗 這個是莫名其妙的東西來的 主席 但是其實我還想指出另外一樣 就是同一個條文那裏 就是我們在這個誹謗條例 現在我們要去改的 就是第四條 第四條那裏就是 原文就是 在香港以外的英聯邦 任何地區行使司法管轄權的法院 或根據海軍軍紀法令 陸軍法令或空軍法令 在香港以外的地區召開的軍事法庭所進行的 任何法律程序的公正和準確報道 是這樣的 所以原本就是英軍的海陸空 現在就變成在香港以外地區召開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主席 但是這個英聯邦 仍然在這個條文裏面 所以改了之後 就變成在同一個條文裏面 你就會提到 香港以外的英聯邦 任何地方等等進行的法律程序 以及在香港以外召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不單止是這樣 在下一條那裏 又有這個英聯邦出現 主席 如果你是按照回歸之後的香港的憲制實況 去修改這個誹謗條例 你就會同時 將這個英聯邦這些提述都會刪去 因為已經不再適用 已經是過時 但由於這個是適應化 所以我們的官員非常守規矩 就要按照適應化的規矩 就任由英聯邦 主席 我不是說他們不應該一路做適應化 又一路超出適應化的理由 但這個就是印證了 為什麼我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你根本是不應該用這個適應化的方法去做的 你需要的 我們真的需要做的 就無論是誹謗條例 就是這個法例的第二十一章 或者是陪審團條例第三章等等 我們是應該去檢討這些法例 然後就將過時的部分去刪除 令到我們的法例更加清楚明確的 所以主席 就是為什麼我在異讀辯論的時候 我覺得政府真的不應該這樣做 多謝主席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保安局局長 主席 我都想趁這個機會 再向議員解釋適應化我們所採取的原則 正如我剛才在異讀辯論的時候所講 法委員會已經就這些原則 作出了詳細的討論 並且認同本條例草案內 為直接和技術性的適應化作修改 第一根據1997年2月23日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即除十四條條條例和附屬法例 以及第十條條例和附屬法例中 抵觸基本法的若干條文之外 香港原有的法律按照基本法 第八條和第160條的規定 獲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第二呢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 亦說明 有關英國駐香港軍隊的權利 豁免及義務的規定 以及對億女皇陛下皇室 英國政府及國務大臣等提述的 第十條條例制定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 並收納於適宜及通則條例的第二A條和附表八 第三呢 根據適宜及通則條例第二AEQC條 有關英國駐香港軍隊的權利豁免及義務的規定 凡不低抵觸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的規定是繼續有效 並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拜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軍隊 第四呢 根據適宜及通則條例附表八第一條 在任何的條文中對女皇陛下 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或雙稱名稱 詞語或詞句的提述呢 在條文內容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的所有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 以及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情況下 必須解釋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或其他主管機關的提述 第五根據適宜及通則條例附表八第二條 在任何條文中對女皇陛下 官方、英國政府或國防、國務大臣 或者是商類的名稱 詞語或詞句的提述呢 在民意並非附表八第一條所指明的情況之下 必須解釋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提述 主席我們今次這一次的適應化這一個條例 是完全根據我們一路以往的原則去做的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主席 對牛彈琴 我想牛有時都會望你兩眼 但如果你對保安局局長去講法例 他會完全不聽聽不到你說什麼 亦都不會回應你說什麼 其實我在第一次發言 就是那個二讀辯論發言的時候 我就已經說了你現在那個基本的錯誤 就是因為你法例第一章那裡定的東西 是出了問題 你是應該檢討得到 他現在就長長細細再讀第一章那些 我認為不用悶一些議員 就是沒有讀出來的東西 他照讀出來給你聽 他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主席 立法是特別行政區本身要做的工作 我們亦都有一個責任 經常要去檢討我們的法例 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不對的 或者是不完善 或者以前我們沒有發現的問題 我們要加以去做 回歸法 然後根據回歸法 回歸法是本地的立法 不是人大的法律 所以我們不用當它寫在石上 寫在鐵上是不能改的東西 回歸法是我們自己寫出來的法例 而回歸法之後 又是將它一部分的東西 放進香港法例第一章 放進香港法例第一章的時候 主席亦都修改過的 所以這些從來都不是金科玉律 從來都是本地的立法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改 主席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你太過將一些東西是機械化的 完全不想事情 完全不想後果 你說是這樣做 我們照著就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你最大的錯誤 是最基本的錯誤 現在你大庭廣眾 就是嫌我說得不夠詳細 你就詳細說清楚你自己的錯誤是什麼 主席 另外一個 為什麼我是會反對這個條例的理由呢 又是在局長那裡說 其實就是法例第一章那裡 法例第一章它是釋疑及通則 就是說它為什麼有這麼多定義在那裡 它就是告訴你 它提出這個法例提供的解釋 大家可以看法例的第二條 就是講的適用範圍 所以大家很清楚 它提出這些適義給你聽 就是除非你那個條文裡面 是有不符合的地方 否則你就照適義及通則 就是換句話說 這個是一般性的 但是呢 究竟是不是應該照足這樣來解釋呢 就要看你通過那個法律條文的上文下理 那個實際情況這樣去瞭解 所以這些更加不是寫死了的東西 所以主席 如果我們這次是適應 就是做了這個適應 是比不適應更差的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適應的時候 法庭到它需要牽涉到解釋 譬如說它要解釋到陪審條例 或者領港條例或者什麼的時候 它都會去考慮一下 這個條文在現在香港基本法之下 我們新的憲制的地位那裡 應該做什麼最適合的解釋 但是當你通過了適應法的時候 你就變成死的文字 這樣就是沒有得改的 所以主席 根本我覺得我提出來這些例子 局長是完全不可以給一個合理的答案 不過我都不是覺得很出奇 我只是覺得很傷心 因為法例是一件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們要這麼清楚這些東西 特別是當香港和中央那個銜接面裡面 更加要清楚的時候 我們的官員居然是抱著一種這樣的態度 多謝主席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局長是否可以再次發言 主席 我想我和吳委員 是有基本上我們那個立場的不同 就是他覺得我們這條法例 是應該用一個法例修改的原則 不是一個適應法 這個我是不同意 我欣賞各位提出的代決議題是 第一至四條納日本條例草案 然後是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第五條 有關的修正案文本已經在較早前發送給各位議員 不過原建議在草案中加入保留及過度性條文 目的是確保條文在刊獻生效之前 在誹謗條例下展開的訴訟或是法律程序 透過這個退休金規例 除非退休金利益規例 及退休金利益司法人員規例 所類算或是正類算的任何權利 以及按領養規則 在香港以外地方簽立或是核簽的任何文件 或者聲明得到額外補助 以免產生任何的疑問 考慮對法案委員會的意見 當局同意即使不在草案中加入保留及過度性的條文 都不會實質影響相關條例中所關乎的法律程序 及由回歸前所累穿的利益 以及該等條文件或者聲明的有效性 故此當局接納從草案中 省細刪除保留及過度性條文的建議 並就此提出修正案 從條例的草案中刪除原有的第五條 這項修正案已獲得泛委員會的支持 我懇稱議員支持及通過這項修正的法案 有沒有委員要發言 我議員 主席 就是剛才局長提到為何要有這些條文 就是因為裡面牽涉到退休金規例 這個法例的第八十九章附屬法例A 這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一些計算退休金的時候 要應計及戰時的服務 所以如果你戰時是英軍在英軍之下服務 那你計那些服務 你就會要去計算的 這裏就告訴你政府的基礎是怎樣的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守法的政府 你計算那個退休金是怎樣計算的 不是怎樣計算的 它都要在這裏 但是現在這個適應化條文 就將這些退休金規例查了 這個跟適應根本是完全沒有關係 這些條文你只是說它不會繼續的了 因為最後那個都死了了 當然不會 所以它就有一個保留條文 如果你到底要怎樣計算 是出現了甚麼問題的時候 這個條文仍然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既然這樣 為甚麼會是一個適應的條文呢 如果你需要一個保留的條文 這個就不是一個適應化的條文 那主席 我自己也看了這個退休金規例這裏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條例 它雖然是已經過了時 但是它的效力是影響到後來發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查了它的時候 你將來在法律上有問題 所以我不是說這些事情是過了時都不能查 而是就是說你查之前 你要去看究竟是不是很穩陣呢 還影響到些甚麼 別的人別的東西 然後才好刪去 所以就不適而在這個適應化那裏做 那主席我再一次是告訴大家 這個條例草案是很有問題的 多謝